例如現在我有個電殼 例如這個電殼有些電殼在 例如另外我放兩個庫輪的電殼在這邊 當然會受到排斥力 然後我便想像成為這個電殼 好像Wi-Fi那樣 周圍可以產生一個力場 所謂力場是甚麼意思呢 就像Wi-Fi那樣 只要你放一些東西放一個電殼 就會受到它的力 它可能會推它 或是受到放一個負的電殼 它就會受到吸引力 我想像成為這個所謂的力場 是由這個東西所產生出來的 如果放一些東西不帶電 就不受影響 如果放一些東西是帶電 它就會受到力場的影響 好 接著我們研究甚麼呢 我想看看那個力場有多強勁 例如我作為一個對比 比如說我旁邊還有一個 可能它的電殼 它還要比它多些 這個相比來比它多些 按道理 它的力場就會比它更加強大 那是甚麼意思呢 力場比它更加強大 那是甚麼意思呢 力場比它更加強大 就是說 如果我 這裡做相同的東西 我這裡都是放一個正義的 庫輪的電殼 在這裡 而且大家的距離 是一樣那麼遠的 一樣那麼遠的 按道理 它受的力 就應該會更大些 我當我 原來這個受的力 是三毫噸的話 這個可能是五毫噸 因為我這個電殼 是比它多 所以它那個力場 就比它強勁 好 這個就是基本的概念 所以是力場 但是呢 我們很明顯地說 當我們對比兩個 兩個東西的力場的強度 即是哪個強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電殼一定要是一樣的 這個數量一定是一樣的 我沒有理由我這邊是兩個庫輪 接著我這邊 我放一個三庫輪 接著大家對比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呢 我們就規定了 原來我們規定了 就是說 我們要計個力場的時候 我們就會 將這個東西是規定了 我們是用一庫輪的 好 這裡也會用一庫輪 即是放一個一庫輪的時候 即是大家標準化了 大家都是一庫輪 就是公平的對比 好 那哪個力大 就是哪個力長 為之叫大 好 我們將這個力場 它就叫做E 其實呢 它實際上 就純粹真的 就是這個力 一個庫輪 放在這個位置 所受的力 就真的完全是一樣東西 其實 那為什麼我畫了這個箭嘴呢 就是因為 力有大小 亦都有方向 所以那個力長的強度 亦都有大小 亦都有方向 就是力的方向 好 這個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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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力 或者這個力長的強度 其實是取它一個位置 如果我的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東西是近一點 是近一點 我放一個正一庫輪 在這裡 它受到的力 就會大一點 因為越近的話 那個力就越大 所以我要知道 力長 是因為這裡有一個電殼 所產生出來的 這個東西 周圍就會有一個力長 而力長 我們是說 它是取它於哪個位置 即是不同位置 力長當然是大小 是不一樣的 而力長 實際上的意義 就是放一個一庫輪 它受到的力 就是力長的大小 即是 包括力的大小 和方向 是的 好 既然我們現在說電的話 那個就叫電長的強度 如果說其他東西的話 它要磁的話 就會有磁長的強度 現在我們在說電的話 就叫電長的強度 如果純粹是一個電殼 一個一粒點的電殼 其實我們可以計算到的 那個力 同時也會計算到的 那個電長的強度 那怎樣計算呢 就用回我們之前的那個公式 我當這個電殼 這裡是Q那麼多 好 那力是怎樣計算呢 純粹是這樣 那兩個電殼 它這個電殼 成為它的電殼 但是因為這裡 我們規定了 是一負輪 然後距離就是這裡 距離的平方 這個情況下 這個實際上 也是我們那個電長的強度 所以它就是等於這個東西 在這裡再次看得出 電長的強度 是取決於兩樣東西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它有幾遠 第二樣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本身裡面的電殼 是多還是少 好 然後反過來 就算了 我當我是另一些情況 我當是另一些情況 我當是另一些情況 就不是這樣的 可能是 是另一些情況 例如是 有些這樣的 兩塊 兩塊的電板 這裡帶很多正電 這裡帶很多負電 其實它裡面也都會有 有電場在這裡 因為你放一個一負輪在這裡 其實它就會受到這裡的排斥 亦都會受到這裡的吸引 於是就會有一個合力 這樣 這個力就是我們的電長強度 如果它告訴你 這個電長強度 告訴你 例如 我亂作 叫做 三牛頓每負輪 這是它的單位 即是每負輪有三牛頓的力 如果我現在放的東西 不是一負輪 但是都是同一個位置 我放一個叫做四負輪的東西 在這裡 的電荷 它受到的力是多少呢 一負輪受到三牛頓 那四負輪 總之就是四倍 所以 其實那個 那個式很簡單 你實際上受到的力 就是你的電長強度 再乘回你那個實際的電荷 好 而這個也是因為憑那一負輪計出來的 那你練了四負輪 你就乘回那四 那你就會計到那個力的了 好 好 好